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有相当多的人会去整容 聊回正题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说 说古时候的人们都有哪些恶习 我们中国人喜欢国脚 欧洲喜欢树妖 而要说最奇葩的恶习还得是小日本 其实国脚这个习俗应该是从北宋时候开始的 到了南宋的时候 已经发展成一件很普遍的事情 一般的女子们更是从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裹脚 一直持续到身体的骨骼都定型之后 这才将裹脚不取下 在我们现代人来看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一种恶习 好好一双脚非要裹成畸形一般 连路都走不稳 真是不知道哪里美 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里 小小女人就是最美丽的 甚至就连诗词中都有提及过小小女人的美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晚兴的时候 才有人提出给女子放族 而到了民国的时候 这种现象才算是被彻底抛弃 而中国的妇女才算是得到彻底的解放 其实古代的时候 不仅我们国家有这样的恶习 外国人也有 比如乌州人就非常喜欢树腰 他们对腰形非常的重视 认为树腰不仅能打造完美的腰形 而且能让腰板更加挺直 整个人看上去也非常有气质 然而树腰时间长 自然会压迫到身体的内脏 很多欧洲女子都因为选择了树腰 而经常吃不饱饭 最终一个个消瘦到营养不良 而树腰也成了一种恶习 不 我说到恶习 我们和小日本一笔就是小屋见大屋了 我们种恶习以及欧洲人的恶习 最起码还能让人理解 是为了对美的追求 但是小日本的恶习 却实在让人理解不了 他们的习俗是 女子在结婚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眉毛全部剃掉 这还不行 还要把雪白的牙齿全部染成黑色 这种形象是要结婚的形象吗 简直就是在伴鬼还差不多吧 大家想想 你们如果晚上准备洞房的时候 一厢盖头是这么一个新娘 还不得下死吗 所以说你 小日本的恶习是最奇葩的一个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我还不能带回搜独 我还不能带回搜狐 大家可以带回搜狐 这个男人 我还不能带回搜狐